现在讲一下Permar的另外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多逆程 多逆程能充分利用服务区的CPU资源和内存资源 首先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使用多逆程 就是这个原因你得知道 对吧 不能说人家说多逆程好 我就使用多逆程 但是这个原因你必须去明白 以及多逆程和Redis 多逆程和Redis其实就是 第一就是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讲Session的时候 Session为什么存在Redis里面去 第二就是讲一下 多逆程确实有好处 但是多逆程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Redis这种方式来去解决 OK 为什么使用多逆程呢 这个图带还记得吧 这个图是当时讲Session存在内存中的一个问题 其中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操作系统可能会有很多的进程 但是它会限制每个进程的大小 比如说Node.js在SessionServor下的操作系统中 最大能占的内存是1.6G 这是系统我们现在的大小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比如说有8G 那你只能占1.6G 那这不是扯吗 对吧 剩下几个进程你怎么用下来 这就是我们使用端进程的一个原因 就是单个进程的内存 毕竟是收线的 单个进程的内存毕竟是收线的 为什么要这么收线呢 因为你想想 如果是 其实按照我们这种软件设计 拆分这种模式来说 你如果一个进程中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进程万一事先崩溃 那是一个填灾性的一个后果 对吧 但如果是你把它分到多个进程中 进程一进程二进程三 进程一进程二进程三 如果进程一崩溃了 跟进程二进程三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说这也是提高服务性稳定性的一个理由之一吧 当然最核心的理由就是说 单个进程的内存是收线的 所以说 这就是使用多进程的一个理由之一 回顾之前 讲填灾的那时候说 搜索系统限制一个进程的内存 然后如果是只有一个进程的话 那就无法重新利用机器的全部内存 对不对 这个是肯定的 然后再用CPU来说 就是如果是只有一个进程的话 就无法重新利用多核CPU的优势 多核CPU擅长同时处理多个进程 比如说你的系统有四核也好 八核也好 那你就可以 比如说四核CPU就最擅长同时处理四个进程 八核CPU最擅长同时处理八个进程 所以说你要充分利用多核CPU的优势 那也是要有多进程的 不管是从内存来看CPU来看 它都是需要使用多个进程 才能充分利用去服务器的资源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要使用多进程的一个原因 然后使用多进程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系统内存之间 系统内存里面 多个进程内存是无法共享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Session里面 如果起了三个进程 每个进程都有Session 它是无法共享的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基于Session这个例子 我们就用Redis再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一遍了 而且很详细的讲过 所以说就是这种形式 就是多个进程之间 我们可以通过共享Redis的方式 来实现这个进程之间 像共享数据的一个处理方法 也就是多进程之间 内存无法共享 这算是使用多进程 带来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但是这也是个现状 但是我们可以同时去访问一个Redis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很容易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是Redis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一 好 我们看一下 之前没有搞完的 这个多进程的配置 就是在 pmrconfig.json里面 好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先 pmrdelete 先把这个干掉 但是我们重新起一个 好 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pmr的服务干掉了 干掉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把这个instincts 这个配置给加上吧 就是毕竟这一节讲多进程吧 intensis 4 我在之前讲NX的时候呢 我曾说我电脑是两核的 这个其实我是搞错了 也不能说完全搞错了 就是我的电脑物理上是两核的 但是它是两核模拟四核 所以说从逻辑上来说 它是四核的 就是从我们代码来说 你认为它是四核的就可以了 当然我这个NX的配置呢 我就不再去改了 大家 如果是自己的配置错了呢 一定要去改一下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instincts 就是生了4 就是我的电脑的CPU 当然我的电脑也不是服务器 就是一个普通的电脑 我的电脑的CPU 逻辑上是4核 两核模拟4核 可以堪成4核 那4核的CPU呢 就最常常处理 同时处理4个进程 所以说我们把它变成4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运行 npm run production OK大家看 完了之后 它一下子出来四个 对吧 它一下子出来四个进程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 发问发问发问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那四个进程呢 肯定是对应的 我们的日识文件 可能应该也是对应的四个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大家看每个日识文件 它的调数都不一样 为什么调数不一样呢 这就说明 我们是有四个进程 当然说我们每次访问的时候 不能说只载一个进程来访问吧 对吧 它是有一个计算规则的 就是它是有一个 负载均衡的计算规则 就是 它会根据当前哪个进程 控线 它会把那个请求 派发到哪个进程中去 这是 pmr本身支持的 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规则 所以说 我们本身把多进程起来之后 大家千万不要担心说 这个进程会不会 单在工作大一些 那个进程会不会单外工作小一些 那会不会像那个 一个家多个孩子一样偏心啊 之类的 这个肯定是不会的 你计算机不会偏心的 计算机只是一个 很傻很傻的一个机器而已 所以说就会导致这种 有的进程中的日值数量多 有的进程中的日值数量小 好 那我们做个总结吧 多进程的总结 第一个就是为何使用多进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表面原因是多进程 可以极大的提高CPU和内存使用率 但是深层原因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也不算特别深层啊 就是说能帮助你真正理解 这个表面原因的一些事情 就是内存的 但一个进程内存的使用限制 以及多核CPU对于同时处理 多核进程的这种优势 对吧 然后多进程有Redis 多进程Redis 其实就是以这个为例讲解 多进程它带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多进程之间的内存 不能共享 所以说我们也需要 通过一个Redis来去共享 当然这个例子是最能贴切的 解释这个多进程的内存不能为何的问题的 就相当于我们把Session都存到Redis里面去 对呀